為了做好風雨的工作 六甘町公宿利用兩天的時間 將公宿宿來和豪娃做了體貼的消毒 另外 從今天開始在公宿大門外面 到豪旁和座椅子 提供宿東的社交鼓勵 讓民眾來恰功 票便進入宿來 問好 民眾要辦的藥物後 工宿另外是將資料收集起來 專高給入部單位 並且請民眾在那邊卡來等 為了體貼做好風雨的工宿 六甘町公宿由十七盒開始 在公宿大門外面搭邊和座椅子 提供系統寫高鼓勵 讓民眾恰功 票便太多人進入宿來 疫情一直升溫 主機也一直在擴大 所以我們公宿也做很多 升級的一些措施 可以配合我們中央疫情中心 以及我們管政府 來做這個防疫的坑坑 所以公宿我們現在是採取 民眾來到公宿要恰功 會請民眾先在門口稍微做一下等待 針對他們要恰功的一些業務 由我們承辦人員來接近 辦完之後 再把這個警察再拿來給他們 請民眾在外面做一個等待 但把所有的這個 恰功的座椅文書處理辦好 能夠我們來收拾 先收拾 如果要正確給他們 我們就拿到這個門口 專高給民眾 可以說把這個防疫做一個更好 能夠讓民眾更加放心 雖然變得比較麻煩 但是對這項措施 民眾是非常的支持 可以保護大家安全 這樣不錯 對我們民眾有一個安全感 另外公宿也將持續 針對民調主席和好風進行消毒 當時也通知各項廟 提起外動的辦理 我們六天也有很多中國外動 我們也透過民生庫 發文和國間廟 針對我們中國外動 可以提辦 我們是不可以提辦 接著這項市場的情形 我們也一日會到市場做一項選擇 可以讓民眾來採購的時候 能夠讓民眾更加放心 來做一個採購 如果進入卡在MV4空間 可以配合疫情中心的規定 我們來做一項措施 我們會朝向大家共同來防疫 可以讓疫情政策再度過 在那種控制措施 頂端也有好友的鄉親 要團結、更秀、風野的風險 不要讓民眾有機會來到我們的新庫店 當然也不要太過緊張 頂端所有風野措施 將會持續加強 新進化新聞創2600 才能報到